今天五一勞動節 就不少勞工團體還有工會發起了 2015五一遊行 在下午登場 好 目前最近狀況 我們連線的記者戴湘怡 是 主播各位觀眾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 有上萬名的勞工呢 今天走上台北街頭來遊行 而剛剛呢 他們抵達了立法院的大門口 開始丟植上百顆的拔蠟網 這個立院的大門口來丟植 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的情形 加薪給我 加薪給我 三 二 一 三 是我們可以看到呢 有上百位的民眾啊 是拿著這個指拔蠟網 這個立院大門口來丟植 而其實大家的情緒呢 都相當的高昂 更有人捧著超大顆的拔蠟 而這拔蠟掉到這個門口前面的時候呢 還是有很多的民眾 很多的這個勞工啊 就是止不住的情緒的激昂 把地下的這個拔蠟 再繼續拿起來往裡面來丟植 而這個呢 他們認為呢 為什麼要丟拔蠟 是因為這立委呢 亂開拔蠟票 現在要把這些拔蠟還給他們 我們看一下 其實稍早呢 在凱道要出發的時候呢 這些勞工團體 上萬名的勞工團體 也向總統府來丟植煙霧彈 我們來看一下稍早的情形 我們可以看到凱道呢 是整個煙霧瀰漫呢 要立院來抗議呢 是要表達他們的訴求 認為呢 這個政府應該要 呃 縮工時 反過勞 要加薪 禁派遣 就是他們要表達的訴求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情形